今年是2024年2月7号星期三 快过年了,先说一个笑话 如果不是有网络截图 我还以为这事是编造的 英国钢琴家Dr.K在2月5号再次来到伦敦车站直播 并且展示了中华民国国旗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结果这个展示中华民国国旗的图片 被国内小粉红拿到手之后 想要发给更多粉红让大家共同来攻击Dr.K 没想到此图一发到一个500人的群里 这个群就被封了 阿波罗新闻网还曝光出来粉红的对话 其中一个人说,这个钢琴家又出招了 展示中华M国的国旗 另外一个人问,M国是美国吗? 回答说,不是,是中华M国 对方还不懂,说不敏感啊,你直说啊 回答说,你历史真要补一补了 中华民国,懂吗? 对方还是不明白,民国不是覆灭了吗? 难道台湾还在用这个国旗 而没有用五星红旗吗? 对方叹气说,你书都白读了 对方很冤枉的说,书上也没教啊 看到这里啊,真的笑死人啊 这件粉红素质也堪忧啊 然后呢,这个粉红就把这个照片没有打码 发进了另外一个500人大群 群组直接被封 那位读过书,有知识的粉红还说了 不是让你打码吗?你可能被举报了 那位冤枉的粉红说啊,为了解封 邮件写了也不回复,电话根本打不通 申诉文写了一小时,结果申诉失败 小粉红的世界我们不懂啊 我们懂的是啊,小粉红不努力 网格员他也不努力啊 大家都躺平了,管你发图片是为了什么 完成封号工作回家打游戏了 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们在这耗 对钢琴师这个事儿 昨天还有一个微博网友发文说啊 他的朋友在朋友圈里说 英国钢琴师这个事件 几个家伙背景不简单呢 到处收买网红,引导舆论 原来有个人啊,在网上到处发 给这个事情洗白的视频 要求网友根据这个文风 也做视频帮助洗 结果一问价格就给1000元 被邀请的人呢,就问谁出的这个钱 干嘛要引导舆论 最后也没有接这个活 去年9月份呢 美国国务院就发布了一个报告 中共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 在全球操弄媒体 其中一个手法就是通过收买网红 收买外国政治精英 记者等国际知名人士 利用他们的影响力带风向 但是现在很清楚了 在中国国内国外的形势转变 中共只要一出手啊 事情就会很快往中共不响的方向转变 名声已臭啊 都知道这帮人就是专业扯淡的 这周一 官媒新华社在微博上发了一个早安的问候文 还配了一张双人跳水图 现在中国备受关注最大的两件事 一个是国内部分地区动雨雪天气 让无数人困在火车站和高速 高铁停运 不少人在网上问 为什么日本从来没有因为下雪就停运 怎么强国的车一下雪就不和谐了呢 有懂技术的朋友可以留言帮忙解释解释 中国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股市跌得吓人 新华社发出双人跳水图片 这就是主动把自己往沟里带 网民一定会把跳水与中国股市联系起来呀 周一当天股市持续大跌 这都不是好意头啊 昨天勉强靠国家对注水拉升股市 财经频道博主老蛮爆料说 昨天开始证监会已经开始严厉的全面限制机构卖出了 中共的续命动作是一轮接一轮啊 这么严厉而无脑的要求一定是一尊提出来的 彭博社报道 习近平昨天听取了关于金融市场的简报 他已经来亲自指会亲自部署了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证监会周末还加班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在过去两个月内召开了 至少十几次会议讨论稳定资本市场的问题 彭博社的消息传开之后啊 中港股市出现上涨行情 对很多被套牢的投资者来说 这也许是解套跑路的最佳时机 在损失更多之前 这也许是不多的机会了 靠国家对救市只能救得了一时 股市其实就是个信心问题 除了其亲自下场 投资者等待更多的 是更大规模的救助市场的手段 和中国经济改革的信号 光说请大家安心 继续欢迎外国投资者 结果吓跑了国内民营企业家 也带走了曾经在中国扎根数十年的外国企业 昨天的暂时提振股市啊 就被网友们看成春晚一样 就是营造过年气氛 大会一散 大家该干嘛干嘛 但是中国许多曾经风光一时的许多行业 连营造气氛的心情和动力都没有了 大家都在面对现实 没有了以往的奢华 也没有了老总们的豪言壮语 更没有了员工们期待已久的豪华大礼包 今天的冬天很冷 企业家和员工们的心是更冷 这从企业年会的全面降低规格就能看得很清楚 国内自媒体每日人物微博上有一篇 名为2024消失的年会的文章 总结的很好啊 目前的趋势是年会被缩减成了团建 团建则变成了红趴 红趴最终化为简单的吃顿饭 这在曾经无限风光的大厂身上体现尤为明显 腾讯的年会上 马化腾用了35分钟 讲了公司各个业务面临的挑战 他也没有再戴墨镜 佩戴大金链子 改穿了不太贵的红毛衣 字节跳动的CEO梁书波在年会上直言 公司政变的平庸 并将始终创新逃离平庸 列为今年的关键词 有一位阿里的新员工也在网上问 元旦已过了 中国新年即将来临 阿里没有任何年会活动吗 疫情前的2019年 阿里曾经在杭州举办年会 是在杭州亚运会大莲花场所内举行 8万个座位坐无虚席 连足球场都坐满了人 大家还记得任正非在2022年曾经说 未来三年华为的目标是首先活下来 除了被美国制裁的因素 国内大环境其实很差 但是当时寒气还没有全面传导到BAT这种大厂身上 今时不透往日了 最好的时候 金融机构拿着钱袋子发现金 参加年会都能拿到上万的奖金 是价偿便饭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年会的排场和奖金的价值是越来越小 昂贵的场地和酒店已经支付不起了 豪华的特登奖也拿不出来了 甚至有些公司干脆就不再举办 大公司都在降低成本 不仅没有年会 甚至连年终奖也没有了 这篇2024消失的年会在引言中写道 年会的停办甚至消失 并不仅仅说明其规模和奖品的缩水 也意味着他所代表的态度 立场以及企业形象的写照和时代的投影 都在大幅度的减弱和降级 这恰恰对应了前京东CEO徐蕾说的那句话 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不是周期问题 就好像在疫情之前 人类的生活方式 沟通的方式 公司的工作方式 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样 看上去我们还一样 该有的东西都还有 其实已经完全不同了 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对人生态度的根本转变 已经回不到疫情之前的模样了 有人找出人民日报之前 在客户端每日阅读栏目 发文呼吁民众不要抱怨生活 尽量不要说烦死了累死了完了 这样的词汇 较穷哭惨 把自己的苦难跟别人讲 不仅得不到帮助 还被人轻视 而且越讲越走不出来 还鼓励人说 我很好 与过去的不好和解 你将越来越顺 但是生活就是不好啊 难道饿着肚子的 必须要说吃饱了 工作12小时 得说我还能再干12小时 在股市把钱亏光了 必须说股市一片光明 一年前高调投资A股的胡锡进 当初还在跟人日保时一致 现在也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他在采访中说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 有了现在的思路和见识 怎么还会继续投资 什么叫做有了现在的思路和见识呢 中国股民和老胡学会了什么呢 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割韭菜的工具 中国经济就是一个橱窗式的样子 中国就是一个被外来势力绑架的国家 中国人献出了几十年的劳力 无偿献血被拿走器官 除了伤痛的身体 烂尾的房子 垮了的股市 什么都不给报的医保 还给百姓剩下什么了 一个时代结束了 再要说中国这么大市场 终归不会垮的 国家也不会让它垮 说那样话的人呢 其实是从感情上 接受不了中国即将面对的问题 就好像被党的洗脑教育后 不知道中共没了 中国会怎么办一样 其实都是陷入了思维误区导致的 这背后的前台词 就是中共总会有工具 来找到免于猝死的办法 但是再好的文化也经不住这么毁 再好的经济也经不住这么败家 再能忍的百姓也经不住这么摧残 最近我在跟一些金融界人士聊天的时候 都在讨论后中共时代的中国发展问题 讨论的重点就是 中国还有哪些行业是可以投资的 但是讨论来讨论去都避免不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些要在中共完全毁灭了一切之前才有意义 但是从习近平提拔李强开始 再把李强边缘化 开始亲自指挥经济和金融 我就知道 这家伙不把所有东西都毁了 是不会罢休的 中国社会的很多领域很烂了 但是散落在中国还有很多有能力 有见识的人 在仅存的一线空间痛苦的挣扎和维持着 大家就在这么耗着 仿佛都在等待某一件事情的发生 能够彻底带来这个时代的变革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希望各位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继续帮助把视频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看到 想要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通过超级感谢打赏赞助 也可以去描述栏的赞助链接定期支持小木 帮助我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了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